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马哥来了 今天有个朋友问马哥 说牛肉面馆里面的牛肉是怎么做的 怎么那么好吃啊 每次点一份肉没吃就完了 想学会了自己在家做 做好之后美美的吃一顿 那今天咱们就煮牛肉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自己在家做的试一试 把准备好的牛肉,咱们先用水清洗上三遍 喜欢吃瘦的话,咱们就买牛腿肉 肥一点的话,咱们就可以买牛腩 牛肉洗好后,咱们直接放到高压锅里 水漫过牛肉用大火煮开 水开之后,咱们把牛肉的浮沫打干净 准备猪肉的调料 放入草果,小茴香,花椒,胡椒,干姜 这就是准备一点咸盐 一般一斤肉防御烧盐 肉末打干净后,倒入调料,倒入盐 然后盖上盖子,咱们用小火煮40分钟 如果不用高压锅,用锅煮的话 咱们就煮一个半小时 肉质的不同,煮的时间也不一样 时间到之后,咱们可以用筷子扎一下 扎透之后,就说明肉好了 如果扎不透,可以再煮一会 牛肉已经煮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喜欢吃热肉的朋友,可以直接来一款 喜欢吃薄一点的朋友,咱们可以把肉放凉之后再切 肉切好之后,咱们装到盘子里面 不需要什么别的调料 我们只需要撒一点盐 加一点辣子油 放点香菜蒜苗,就可以吃了 好了,记得给马哥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马哥教你做家常清晨美食 马哥带你探寻各地,回族美味 谢谢大家